这个女人叫杨凤兰 她在非洲坦桑尼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被当地政府予以重判 2019年2月20日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中国政府绝不会袒护中国公民在任何国家的违法犯罪行为 并声称支持坦桑尼亚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审理杨凤兰的案件 那么杨凤兰到底是谁呢 他到底在非洲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杨凤兰1949年出生在我国的一个城市家庭当中 他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60年代他和很多知青一样经历了上山下乡 后来他上了大学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学习了斯瓦西里语 成为了一名翻译 大学毕业之后 他正好赶上我们国家要帮助非洲的坦桑尼亚修建铁路 而他学习的斯瓦西里语正是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 于是他跟随着施工队一起来到了坦桑尼亚 他立志要在异国他乡为祖国争光 他在非洲工作期间 主要的任务是帮助施工队和当地人进行沟通 因为他善于与人交流 举止又非常的得体 他在非洲的工作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在这期间他还和一名中国的工程师在当地结了婚 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 他在女儿的名字里加了一个非洲的非字 亦与中非的友谊发展 五年后他在非洲的工作结束了 回国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的外京处工作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他的日子可以说过的是顺风顺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 杨凤兰发现自己身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 都逐渐的开始下海经商了 于是他也不再满足于自己平淡的生活 他当时得知坦桑尼亚对中国的投资是开放的 于是就辞去了工作 带着全家于1997年底来到了坦桑尼亚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他先是在坦桑尼亚的中国大使馆附近 开了一家叫北京饭店的中国餐馆 因为坦桑尼亚之前几乎没有中国餐馆 所以他的饭店一开业 就吸引了当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就餐 并且很多有钱的非洲本地人也会慕名而来 所以几年下来他就赚了不少钱 然后他就在当地买了一块七公顷的胡椒农场 雇佣当地的人帮他种植胡椒 并将胡椒出口到中国 日本东南亚等地 此时的杨凤兰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但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他不再致力于如何把生意做好做大 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花大价钱去购买高级轿车 去结交当地的名人和权贵 去享受奢侈的生活 但此时在非洲经商的中国人可不止他一个呀 在杨凤兰贪图享乐的这几年里逐渐有一些踏实肯干的中国人已经把生意做的远远超过了杨凤兰 而他饭店的生意和胡椒贸易也被对手打击的几乎面临倒闭 杨凤兰陷入了财政危机 这个时候的杨凤兰并没有想着如何下功夫让自己的生意扭亏为盈 而是动起了歪脑筋 他发现坦桑尼亚是非洲大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当地的象牙走私活动非常猖獗 杨凤兰看到了其中巨额的利润 于是他通过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和他自己的语言优势 去贿赂了一些非洲当地的监管的官员 然后他非法从捕猎者那里购买大量的象牙 并走私到中国泰国等亚洲国家 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杨凤兰一共走私了860枚象牙 总价值超过了654万美元 这就意味着有数百头大象被捕猎者残忍的杀害了 而这只是官方能查到的数据 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2013年杨凤兰走私象牙的行为被他雇佣的一名员工发现了 并将其举报 在当地警方掌握了一系列的证据之后 于2015年9月27日 坦桑尼亚警方逮捕了杨凤兰 经过多次的庭审 最终杨凤兰和他的两个同伙 被当地政府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1300万美元 本来杨凤兰在非洲犯罪的这个事情并没有引起国内人的关注 但是中国政府得知此事之后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特意在记者招待会上 对杨凤兰的行为表示中国政府绝不袒护 这一表态引起了人们对杨凤兰犯罪行为的关注以及愤怒 而杨凤兰在坦桑尼亚走私象牙的犯罪分子当中只是一个小角色 据坦桑尼亚政府公开的数据显示 2009年至2014年5年的时间里 坦桑尼亚的野生大象数量因为非法倒裂减少了60% 有数以万计的大象被残忍的杀害了 在这里我想做一次呼吁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情有怎样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点赞